歡迎收看健康2.0 我是江文俊 我是韋汝 這一陣子真的是不大平靜 從去年一直到今年七八月 都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後來疫情好不容易平緩 結果前一陣子又傳一個新聞 高雄的城中城 竟然造成了大火 造成了四十六十 四十一傷 其實大家都在問說 為什麼這場大火會死亡那麼多人 到底大火發生的時候 如果你是在其中 你到底又應該要怎麼逃生 像我自己就在想我家住頂樓 那如果真的有發生火災的時候 一定從樓下竄 那這時候我到底要往頂樓跑 我又不可能往下跑 還是我必須要躲在陽台 我想這件事情發生 大家應該都反思一下 你自己的住家環境 到底要怎麼樣逃生 所以在這一集裡面 我們就要討論 當火災的發生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逃生機率才最高 另外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則報導 城中城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老闆進入火場 幫員工收拾家當 樓梯間走廊上 到處是大火燃燒後的灰燼 房間裡一片凌亂 毛巾床單 勢搭搭散落一地 這全是住戶逃命用的工具 我看那個整個煙都沒辦法的時候 我就要跑進房間 浴室裡面的棉被毛巾 通通進濕 然後把自己包起來 包到消防局來弄門 我知道安全的沒死了 一間緊鳴一間的小套房 物品動到西歪 可見逃生時的慌亂 農煙棍棍無處可逃 住戶透露 因為竹子農煙亂串的防火鐵門 早就被偷了 這場無情火造成46人不幸蠶死 除了一樓跟六樓 有發現一具屍體之外 集中居住的七到十一樓 以九樓二十二人死亡 六人送醫 傷亡人數最多 到底為什麼 一到六樓 原本商業使用的樓層 以玻璃為木為主建材 高溫燃燒快 火勢迅速竄升到高樓層 另外19年未申報公安 建物的建材裝潢不符合 消防標準 火勢串燒形同火爐 通到樓梯間又堆滿雜物 阻礙逃生 農業要人命 這也難怪住戶被救出當下 一個個頭上都套了防煙帶保護 在農業密布的當下 掌握關門 堵縫 開窗的準則 才有更大的逃生機會 其實一天看到城中城 他整個住商混合的狀態是這樣 你會發現這整個大樓的結構 在九樓這邊離開的人最多 憲哥是什麼樣的原因 會導致逃命的關鍵 好的 其實這一次非常不幸的是 46個人 最主要的百分之百 就是人禍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剛剛瑋如講到了 他是一個住商的大樓 40年了 一到六樓 幾乎現在已經形同會虛了 那完全沒有人 那一樓 起火點是在一樓的那個泡茶間 就是茶葉行 一燒起來以後 他一樓進去有一個守扶梯上去 旁邊停了50台的機車 這機車一鑄籃以後 整個農業就往上串 形成一個煙囪效應 所以我們看到從七樓到九樓 這邊死的人最多死了35個人 全部是46個人罹難 就在那邊就佔了35個人 那最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凌晨 很多人都在睡著 對 第二個裡面都是一些 弱勢的一些長輩 行動不便 行動不便 也有就是跑不掉的 都有 那第三個 其實就是他的一個 整個一到六樓 他是以前是用玻璃為幕 玻璃為幕以前 他根本就沒有防火 所以一燒以後 就破掉 破掉以後氧氣進去 火就往上跑了 燒上去了 第四個就剛剛講的 沒有 完全沒有消防設施 連那個安全門都被拆去賣掉 所以根本沒辦法防火 火就一路往上燒了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真的沒死就破掉了 所以很多人往上逃逃逃 你看逃到最上面的十個人 還是不幸的 十個醒著人還是死的 所以剛剛我有問說 到底是往上逃還是往下逃 都不對 都不對 因為火警的時候 你一門打開 如果發現濃煙 你就不能逃了 因為煙他三秒鐘 他三秒鐘可以跑三公尺到五公尺 所以你絕對要跑輸他 你就是一百米的全世界金牌 也跑輸他 所以你一看到濃煙 馬上門關起來 馬上把所有的門都塞住 不要讓煙進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趕快打電話給消防隊 給119 讓他知道你在那裡 因為裡面你一樓裡面二十間 那假設像那一天 有五個消防分隊到 他們每一個分隊都會組出一個小組 叫收救小組 逐樓收救 那你如果有打電話的 你說我是八樓801 他就會特別組一個隊 直接逛到801 這樣你很可能在最短的時間 被救出來 所以這兩個動作一定 第一個不要往上 往下 因為你不曉得起火點在哪裡 整個已經都沒有電了 然後整個烏黑 整個濃煙 所以不要亂跑 亂跑是錯的 所以常常有人說趕快跑 什麼用那個毛巾 捂著這個鼻子 用棉被蓋著 通通都不對 現在最新的就是不要亂跑 所以你來買那個房子 還是在租房子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問說 那這一次的城中城 臺灣還有多少城中城 類似的這種建築 至少賣工節 賣工節 有至少一百棟 一百棟 至少一百棟 所以以後不管你要租房子 買房子 真的為了你的安全 那個居住的環境最重要 一定要看一下 跟價格沒有關係 去年城中城有一個套房 9.53坪賣27萬 一坪兩萬八 是你用命來換的 對 真的是太危險了 但是有時候我們買房子 真的預算沒有這麼多 但是家裡好像可以裝一些住景器 來幫助自己的安全 因為剛才那個影片裡面有講 有個阿伯人家都說發生起火了 我躲到浴室 水打開 這樣到底對不對 錢一 那個阿伯可能電影看太多 那個其實發生火災的時候 剛剛憲哥講的沒有錯 如果你不能往下跑 發現有煙的話 其實你也不要跑了 你就直接把門關起來 門縫塞一塞 不要讓煙嗆到你 對 可是這個時候 不要跑到廁所 因為廁所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廁所的門其實一般都是比較 塑膠的 對 都是塑膠的 碳塊就融化 然後那個煙一串進去就完蛋了 第二個 它在浴室裡面 那個空間比較小 而且很多的那個窗戶排風是不良的 那基本上 你在裡面是一個死胡同 還有一個東西 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我的這個排水洞 是不是有一些新建空氣 其實沒有 萬一如果樓下燒上來的話 那個排水管很多是塑膠的 我們的排水管是塑膠 它萬一融化 也會有這個氣體產生 還有我們的磁磚其實加熱之後會非常燙 然後你用水 你想說我把全身淋濕 剛剛阿伯棉被好像蓋起來對不對 你那會變什麼 當水熱之後 你會變成蒸包子 好像在一個那個有沒有 蒸烤箱裡面有沒有 你耐不了多久的 很快就會掛掉 所以剛剛那個阿伯是運氣比較好 運氣比較好 對 沒錯 然後我們在家裡面 一般如果說有裝一些 比如說警報器的東西 它大概有分成幾類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個是這個 大家可能會常常會看到我們這個大樓裡面 都會有這個 包括大樓大樓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基本上是屬於 它是插動式的這個熱感應器 它一直裝在天花板上面 當這個火在燒的時候 它裡面有一個黃片 斷掉之後 它就會發出警報 還有燈會亮 那這有分兩種 一種像陳中城這種 它是沒有管委會的 它沒有辦法連線到樓下 做一個通知 但是你還是可以裝一個 就是自己至少會叫 至少半夜沒有睡著 把你叫起來 至少鄰居會聽到 或者是茶葉行隔壁的那個寵物店 會聽到之類的 那至少可以幫你提醒 那這個是屬於插動式的 那不管你有沒有連線 有一種裝乾煉 你也可以 都可以裝 然後第二種 它這一種是火警警報器 這個跟剛剛那個長得不太一樣 這個是真煙的 就是說我們火警的時候 真色煙的 對 煙起來之後 它就會 那這個東西 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遇到 比如說 不管是新大樓或舊大樓 那個媽媽在廚房裡面炒菜 然後就嗶嗶嗶說 夭壽 還說嗶啊 我沒中火了 這個時候媽媽就很聰明 他兒子就拿膠帶 把它黏起來 黏起來就 完了就沒有笑了 對 就忘記了 然後就一直黏著 你看現在煎魚都不會叫 哪一天你真的發生火災的時候 他蒸不到煙 就不會通知 那這個一樣是可以 就是連線到樓下 或者是沒有連的 要看你們家的大樓 然後再來一個 像這個比較大顆 這個是這個瓦斯偵測器 如果說你們家有漏瓦斯的話 之類的 它就會有一個感應 那後面這些接線 其實都是可以連到 大樓的那個中央的系統 那就要看你們家的大樓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一般大樓 俗稱的這種像灑水頭的東西 像這個你們一般如果看到 通常它大樓上 會自動灑水 對 這個是自動灑水 那程中程裡面 基本上也沒有這個東西 那如果是有自動灑水的 其實今天的傷亡 會降低很多 那這個東西 如果你們家是有管委會 或什麼之類的 它定期 比如說幾個月 是要試一次壓力 那它有分泡沫 水 通常我們樓上的都是水 那這個裡面 它的構造其實很簡單 以前我們都記得 是那種紅色的有沒有 它就是什麼那種水泥 然後爆掉 它水就開始噴出來 其實這個是差不多的 它裡面是一些 比如說像鉛的一些顆粒 那它融化之後 水就會灑出來了 但是你們家必須要確定的是 每一次檢查的那個磅數是夠的 如果磅數不夠 有些大樓為了省水 有沒有 不要浪費水 不要浪費電 把它關掉 反正哪有火災 那你真的遇到火災之後 它水就噴不出來 可是這個東西 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裝潢設計 如果有拆下來 換上去 建議全部換新的 因為為什麼 我們有遇過一次 但是它拆裝的時候 它裡面其實很靈敏 那裝回去之後 等到那個大樓 平常是沒有打壓力的 好啦 都焦屋 都差不多要檢驗 我們來打壓力 然後我們在那個焦屋的前一天 噴 水噴出來 然後門一打開 那個好像水箱折果這樣子 這個實際真的是 遇到這個事情 所以現在我們很多人是 沒辦法買到很高級的住宅 但是如果在家裡面 多裝些這些東西 真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對自己是保密的 剛剛想到很多人其實不是被燒死 是被濃煙嗆死 濃煙裡面最可怕的 就是我們講的一氧化碳了 到底對身體有什麼傷害 對 其實剛剛先生跟我講說 這個我們如果假設 今天大家都不想發生 假設真的發生 要把門關起來 讓煙不要進來 原因到底是什麼 2020年的消防署 其實做過一個統計 他統計說 在兩千多場的火災裡頭 到底是什麼原因 造成有人不幸離世 第一名就是這些氣體 這些我們說的有毒氣體 第二名才是真的 我們說這些火焰的高溫 造成死亡的原因 那這個有毒氣體 其實你可以想像到 它基本上是幾種東西組成的 第一個 這些氣體其實溫度很高 它可能溫度可以高達200度以上 就是你就想 你被蒸氣燙到多不舒服 那那個是這樣的一個環境 第二個 因為這個氧氣 不被完全的燃燒 會產生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其實會有一些中毒 是真的比較 會讓人家有點擔心 為什麼 因為它會產生一些 跟神經學有關的症狀 比如說會容易意識不清 它可能在你會 你會在一種沒有狀態中的情況下 可能你就過失或死亡 所以其實它是一種 比較會靠近神經學的症狀 但第三種是 我們說這些燃燒 其實像剛剛提到的 有些是機車 有些是一些塑膠類製品 所以它其實這些有毒的 這些可以說是有毒氣體 這些有毒氣體 直接衝進你的肺部的時候 它會直接跟間接造成肺部 很多的創傷 像有些人他可能經過了一些火災 還是吸到這些濃煙之後 肺部肺水腫 後續一直長久的氣喘 就是很像類似氣喘的症狀 一直都好不了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當然是大家希望有一天 永遠都不要遇到這個事情 但你遇到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 真的不要讓煙碰到你 我們所有電影看到那種 你可以包著一個布 然後往前衝 那都是很吸的煙 只要是濃的煙 基本上身體都是受不了的 對 其實一氧化氮真的很恐怖 這邊講說空氣一氧化氮濃度 你看才這樣子一點點而已 對 最濃的時候 你一到三個小時 人就會死亡 而且就算你當下跑出去了 可是你吸得滿多一氧化氮 之後神醫學的遺留症狀 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是 假設你非常幸運 在火場逃生成功 但是你一定會吸到一些一氧化氮 這時候我們可以吃什麼 來補身體 沒有大喝 其實這種狀況有點像 剛醫師講就是缺氧 所以你會缺氧 如果是一氧化氮的話 這個時候其實第一個 我覺得要多喝水 讓我們的性能代謝變好一點 另外多吃一些 可以促進我們血液循環的 幫助這個所謂自由基的代謝 像維他命C 維他命B 維他命E 甚至可以吃一些魚湯 我建議可以煮一點深海魚的魚湯 搭配一點像薑 或者是一些清香料 讓你的血液循環變好 讓這個缺氧的狀態趕快解除 平常的話 可以用一些柑橘類的 維他命C的這些食材 這些水果 像我建議大家可以 用一點檸檬 半顆檸檬 擠在一杯水 加一點點蜂蜜 喝著淡淡的蜂蜜牛水 其實對我們性能代謝也是滿好的 所以如果你不幸 曾經吸過那麼多濃煙的話 這些料理可以希望幫你解除一些 液氧化碳的後遺症 因為大家都會在買房子 你知道最近的老宅在漲價了嗎 而且如果你家的房子 真的已經很老了 你有檢查你的電線嗎 小心火災 現在的房價可以說是年年漲 有很多的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這時候他們可能就會選擇老宅 因為價格比較低 你又可以入住到蛋黃去 但是老宅近幾年也在漲 憲哥 特別是台北市漲最兇 從去年前年開始 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本來預估要60坪 跟120坪的建商 120坪高層世界賣 所以非常上銷 但是這樣的一個小宅還是貴 那怎麼辦 回頭來買老舊區 老的社區跟爸爸媽媽住在附近 那些二三十坪的 如果是三十年以上的老宅 現在台北市除了兩個地方 一個是大同區 一個是南港區 它的那個價比差不多1比2 1比1.2到1比1.3 也就是說假設新宅 新宅是130萬 一坪老宅就是100萬 因為這樣大家記得 老宅還要100萬 很貴 老宅還要100萬 以前的話是差很多 那因為房子它分三種 一種就是新的房子 一到五年的 一種是五到八年的 叫做新古屋 再來的話就三十年以上 叫做老宅 你買老宅 第一個你要花很多的錢 第一個水 電都要全部拉過 如果要十幾坪的話 你拉的話也要 以目前的錢也要三五十萬 所以最近就有一個案例 他說他在北投的地方 買了一個五十四點三坪的老宅 他花了兩千萬 那兩千萬花了以後 就外面拉皮 現在拉皮市政府是有補助的 各戶還是要多少出一點錢 然後又多裝了一個電梯 因為老宅以前是練身體的 要爬樓梯的 對爸爸媽媽來講練身體 沒辦法了 那這樣子多裝了一個電梯 一個電梯大概100萬到150萬 然後他賣兩千六百八十萬 中間一算不得了賺了六百八十萬 他的獲利率百分之34% 但是不算成本的 應該沒有那麼多 但是這個地方有幾個 大家要特別注意的 第一個老宅 你如果說在家裡面 給他挖一個洞坐電梯的話 那可能會影響到結構安全 第二個你老宅 一定你在進去之前 在你還沒有裝潢之前 一定要把所有電線抽掉 重新換標準的電線 因為過去有很多水電工 有夠優秀的 裡面用1.5的 外面用這樣接一個2.0 讓你檢查過 黑心的 其實都是假的 為什麼那個電線做好 都是頭天檢查 那水管裡面也都壞掉了 厚水一大堆 那以前老宅 尤其現在公寓上下樓 有時候跟仇人一樣 你如果漏水的話 早上面上面不理你 然後你就一直在那邊漏漏漏 所以這些錢 都是你要估算在內的 那第三個在老宅裡面要看 它有沒有海沙屋 有沒有一些秀石 有沒有那個外面的一些 不一樣的東西 還有最主要我覺得 如果40年以上的 有很多那個薄薄的那個 其實我跟你講 你要考慮到 台北已經100多年沒有地震 最擔心的就是發生大地震 所以還是要注意安全 不要一直想說 聽說人家要噴多少 不穿你心得這麼好 對 只是很好賺的話 其實早就一大堆人都去做了 沒錯 所以你真的要去買老宅 還是有很多地方要看 是 剛才憲哥有在講那個電線 電線電線 我們買房子 那個到底電線多久要換一次 因為換是一個大工程 而且我們平常差都不夠 延長線都是亂拉 這樣不行嗎 對 其實現在電線 我們在臺灣其實沒有明文法定規定 就是沒有規定 一定要換掉 但是其實我們是建議 大概約摸在15年左右前後 其實建議要換 因為為什麼要換 因為電線 第一個原因可能就是 因為現在的電器 當然越來越多 那越來越多東西要插電 然後再來 因為電線其實它有壽命 它是會老舊的 你要把它想像成 它就有點像人的血管一樣 它一直在流 一直在流的時候 它會越來越積越多 然後你流速會 越來越流不過去 越來越流不過去 所以你去摸你們家舊電線 可能會比較燙 比較熱 因為它主抗增加了很多 電子變多了 對 那你想想看 它主抗如果不斷地增加 它不斷地變熱 那它的皮又是老舊了老化 那是不是兩條搭在一起 就很容易發生危險 所以你說電線 也要測檔固醇就對了 對對對 其實跟人的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為了安全 我們建議要換掉 那我們以這個延長線 剛才那個那個 江醫師有提到說延長線 像延長線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像這樣子綁起來 是千萬不要的 這樣很整齊 因為一般人會買太長對不對 買太長把它捆一捆 這樣很整齊 很有收納的感覺 其實你想想看 電流在這邊流過的時候 不斷流過的時候 它會產生熱能 它會產生熱能 而且它會有電磁共振的一種熱能 那熱能其實就是會產生危險 像這條線 其實大家注意看 它上面是有這個年線的 它上面寫二零一六年 它是有年線的 對 它是有年線的 你用到現在 你用到現在的 不是 那製作單位拿來的 這是二零一六年的電線 那當然你要看你擦什麼 如果你擦個小夜燈 那其實還好 可是你都比如說拿來擦一些高用量的電 是 微波爐 對 微波爐什麼的 這個可能也不行 而且它是有限進的 上面也會寫說這個是二零的線 那你可以有一些粗 有沒有 貴一點便宜一點 你要不要擦在哪裡 那如果你要買貴一點的 比如說你要大的 比如說剛剛 比如說吹風機 或者是這個微波爐 你就要買好一點的 然後還有一個呢 就是它前面有沒有這個保險師的開關 那這個其實是到你的一個安全的這個 萬一跳電了 那萬一它怎麼了 它這邊會先跳 不會直接跳到你的總開關去 那這個也是一點保障 但是我是建議 其實一般年限太久了 或者真的這樣子 不要綁起來 會發生很大的危險 還有一個最後要提醒各位 插座 我們台灣灰塵很多 插座不管是你牆上的插座 裡面都會卡灰塵 那個有一個東西叫做激灰效應 激灰效應 因為我們台灣潮濕 灰很多進去的時候 潮濕之後它是會導電的 它有可能會兩個蹦在一起 然後你的發現就開始燒起來了 所以在電線使用上面 一定要顧及它的年限 所以不只吃的東西 有使用年限 電線也有 沒錯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電線走 好像都是老宅的問題 其實你會發現現在新房子 有很多狀況都是內砍式的 電線是藏起來看不到 像玉林跟他們的新家 也有差一點發生走火的狀況 對 因為我上個禮拜才去 那照片是我拍的 那照片是我拍的 你差點把他家燒掉 沒有 那不是我做的 那個是因為他去買一個桌子 他自己跟那個老闆講說 你幫我把那個電磁爐卡上去 那因為那個老闆是做桌子的 他說好啊 你要卡就卡 就卡死死的 結果他發現說他在吃飯的時候 火鍋大概吃個大概五分鐘就跳電 五分鐘就跳電 他以為那個壞掉 結果來測也沒有壞 後來他就打電話給我說 阿曼尼 你來看看 然後我就跑去看 我跑去看之後發現說 哇 原來這個不得了 他是整個就是散熱不良 你看第一張照片 他是卡在那個一個圓桌上面 很漂亮 很高級 那桌子不便宜 然後第二個你看那樣照片 有鑽了很多個小洞 那是我幫他鑽的 這邊側面都是小洞 對對對 因為他原本都沒有這些小洞 然後他的底下是直接一個插座 所以你看那個我們熱 那個什麼那個電磁爐 下面是不是有個風扇 他的風往下吹之後 沒地方跑 然後整個太熱之下 他的那個電磁爐就跳電了 我要跟他講說好險 你運氣好 如果沒有跳就是燒那個電磁爐 你就吃一吃就換樓 越吃越熱就換樓 後來我就把他的那個拿去工廠那邊 然後測了一些洞 然後散熱 那現在測試是沒有問題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他那時候 那個房子他的這個 有一個有一個插座有沒有 這裡對對對 他因為他這個是他自己要求的 他請那個家具廠商 把他的這個開關插座 直接裝在我們的所謂的 就軟墊上面 就是我們床後面靠頭的那一塊 那這個我跟各位講 盡量不要這麼做 因為我們後面的兩條電線搭接 其實是離這個很近的 那萬一真的不幸搭到有產生火花 那你想想看Sport裡面 碗店裡面什麼 海綿 反正都一些助燃的東西 超好燒的 你就燒一燒 那就燒起來了 所以還好他們家的房子很新 而且是算是高級的房子 所以他的那些電線什麼的 都還ok 沒有發生危險 對 那個我有徵求他同意 他才可以說出來的 照片我拍的 所以他之後就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那個開關插座最好做的方法是 那個地方做一個金屬片 或者是其他的材質或大理石 再裝你的插座 會比較安全一點 對 所以還是不要內行領導外行 自己玉琳哥還是專心的去 後蘭就好 房子這個東西還是交給專業 其實老房子除了會這種電線的問題 另外就是會漏水 漏水大家就會想到 就是會有黴菌 到底這些黴菌對人裡有什麼傷害 其實你可以想一下 台灣有幾個現象 第一就是剛剛講的房子很貴 所以多數的人買房子小 那小裡頭堆很多東西不通風 第二其實台灣普遍很多地方 是非常潮濕 一般地方叫做還好 但是還是很潮濕 因為我們就在一個海島行 一個氣候 所以其實黴菌這一題是 我相信很多的地方都可能有 只是你有沒有身體症狀 我們過去的人都會覺得 應該跟黴菌你想到 就是皮膚長顯 香港腳 多數都是覺得這樣其實不止 黴菌其實 而且我待會兒講 他為什麼都很麻煩 我們先看一個 他其實是英國的一個個案 然後這個個案是有上新聞 所以大家才有去討論這題 就有一個女孩子 她住進一個舊公寓 那住進去的時候 她就開始覺得很奇怪 她平常沒在長青春痘 她就開始一直不停的長青春痘 那一開始當然就是覺得 那就是她自己心結的問題 一直到有一天 她腎臟嚴重感染 她去到醫院 醫生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有很多的症狀 一連找找找 最後他們懷疑 應該就是黴菌感染造成的 我們過去都會認為 黴菌應該就只跟皮膚有關 你可以想像得到 其實黴菌除了我們說 看到它已經是像 你食物發霉的這種發霉以外 它會產生孢子 它會在你空氣中飄 所以其實它會有幾種症狀 第一種症狀叫做 很多像是很像是過敏的症狀 比如說它會很像是 支氣管發炎 很像是流鼻水 眼睛紅 對 它會很像是 其實很像過敏 所以多數人一開始都會覺得 就我小朋友有塵埋的問題 塵埋怎麼清 床單天天換 怎麼還是有 有些人抬頭一看 天上其實就是有發霉的痕跡在 第二個其實這個比較特別 我們發現有一些黴菌感染 它會產生很像類似 慢性疲勞症候群 這邊痠 那邊痛 那不知道原因到底是什麼 那更久以後 我們確實也有發現 它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 肝生功能 但是其實黴菌這一題 我是以醫生的角度 在看這一題 它很麻煩 我們曾經有病人 我們真的懷疑 因為它的症狀真的很蠻像的 不能排除 可是問題 台灣可以 我們可以驗黴菌 這種驗的黴菌 通常是很嚴重的黴菌感染 就是所謂的有一些人 他可能是後天的免疫不足 所以它會產生一些 全身性的免疫 全身性驗得出黴菌的感染 而少量的黴菌感染 基本上很難驗出來 所以它確診其實不是很容易 第二件事情就是黴菌 它其實 你如果有麵包長過黴你就知道 你切開裡頭都是黴菌 它的菌絲是進到你的 如果是屋子 就是進到屋子裡頭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是 當你發現了 問題是你換不了房 它其實就是兩難 所以其實我會建議它 再回到最最源頭 就是說你在 你在買屋或租屋 我覺得都可能 你再進去 尤其它可能已經不是全新的 全新的有些時候 還是放一段時間 你才住進去 建議你可以做一個小動作 就是你進去的話 你先深呼吸 其實黴菌 跟這些有機的 這些微生物 它會出現一種揮發的味道 我叫它那個老味 沒味 其實它是一種很像 老年的那種感覺 就是很像一個很成年的 感覺的味道 所以你進去你又聞 奇怪怎麼 房子明明滿新的 有一種老味 我覺得你就要考慮一下 因為可能你聞到的 就已經是黴菌 或者是包子 飄在這個空氣中的一個味道 對 大家都很害怕 大家都不曉得 黴菌如果聞久了 除了肝腎功能受損之外 只有得到癌症的機率 也是大幅上升 所以如果你住在一個家裡面 覺得渾身不舒服 不要總是想說 是不是風水不好 搞不好你除濕除一除 黴菌少了就好多了好不好 對 有可能是你家裡面 有清乾淨 像是容易長黴菌的地方 就是造垢的地方 或是水管那個地方 沒有大垢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 把它去除掉 其實最簡單 這真的疫情怪 常常來噴酒精 酒精就是一個很好 酒精可以 酒精灰發 帶走水 另外一個還可以用很簡單的 我們受傷都會塗什麼 醫院最多的 雙氧水 雙氧水也是可以殺菌 所以基礎本上 酒精跟雙氧水這兩個 你可以用在家裡的 衛浴的設備的廚房 還有這個預測最多 濕度最高的地方 所以剛才醫師講 你只要看到 黑黑的發霉的地方 都很多了 所以你可以準備用雙氧水 或者是酒精 你就裝在噴罐裡面 像我在家洗完澡 如果稍微脫乾之後 我就會噴在那個縫 而且磁磚縫 那個磁碰的地方 很容易就黑掉整條 很多媽媽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去賣場買 那種化學的強效 噴得又感覺又不好 所以你可以用雙氧水噴了以後 大概10分鐘後 清潔乾淨之後 你先噴雙氧水把它擦一擦 如果比較加強 那個所謂的磁磚 或者是一些縫面 比較厲害的 你可以用雙氧水 把它大概2比1 把它混在一起 加這個小蘇打粉 小蘇打粉 2是小蘇打粉 對 因為小蘇打粉 你可以去油垢 你看我們洗完澡 那些肥皂 油垢 都會在這個所謂縫縫裡面 那你就可以用這樣子 把它塗在這個 所謂的我們菜瓜布上 你可以用這樣子去磨砂 稍微給它稍微 把那個縫的地方稍微加強 又有殺菌又可以磨砂 尤其剛才講 那個菌絲搞不好 會甚至把它磨掉 這樣的話才可以去確保 你的空間裡面 沒有這個老味出來 是 所以家裡的黴菌 一定要清乾淨 當然當你家裡 充滿著黴菌 也會傷害到我們的身體 明文老師要教我們一道 可以養肺的料理 當我們吸入過多的黴菌 其實就是在慢性重苦 明文老師我們平常 可以吃什麼樣的食材 對 我們可以吃一些 白色的食物來論費對不對 白色論費 我今天準備這個是 蓮子 百合 銀耳露 對 搭配兩個 比較特殊的食材 一個是紅色的紅棗 一個是這個 這什麼 瓜子 不是瓜子 不是瓜子 這個也不是 我也不是講瓜子 這個是男杏 男杏 就是一般我們喝杏仁茶 那個杏仁粉 就是這個做主 就是這個做主 一般我們講杏仁 大家會誤會是美國杏仁 吃心絕管疾病那個 所以這是男杏 男杏 北杏是中藥材 所以男杏就是食材 所以我們今天用醬子 一般我們都會煮 白木耳蓮子湯 對 這個在秋造的時候多吃一點 我今天是把它 你可以煮好的 煮熟的 煮熟的 這個是煮過的 對 你連湯一起打也可以 如果像我今天 我一般我會把它蒸熟 留比較多 用蒸的 對 我大概各半碗 把它加進去 白木耳 這些都是已經燙過的了 這些都是熟的 燙熟的 只有這兩個沒有煮 這個百合也是把它燙熟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 煮一碗這樣的湯 你就可以連湯一起打 打完之後你可以加 為什麼要加這個 因為杏仁大家都知道 對呼吸系統也很好 還有很多的維他命E 所以一般我會加一點 你用男杏片 因為如果沒有調理機 你就可以用男杏粉來泡 用粉也很方便 對 那我不加糖 我們就加一點這個天然的紅棗 紅棗就有點甜味 然後去植的 對 去植的紅棗 我們大概這樣的分量 我們就 這樣大概可以打 我們四個到五個人喝這樣 打成果汁又方便 對 你就可以把它 溫熱的喝 當早餐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把它管起來 這一般你把它打一整壺起來 對 放在冰箱 大概白天你把它加熱喝 其實都滿方便的 可以放個兩三天是OK的 對 沒錯 冷飲跟熱飲都OK就對了 對 沒錯 把它打散就可以大於 打散就可以是嗎 OK 那你覺得這個裡面的東西 對我們的肺到底 真的很有辦法嗎 一個不好的居住環境 它可能有很多PM2點 第一個PM2點 它會影響到肺 接下來可能會影響到我們心血管的問題 再來它可能會跟 像我們剛剛講 黴菌其實有時候跟免疫力不好的人 它的症狀就會變得比較嚴重 它可以配一碗這個湯 然後呢 比如說你把它打比較稀釋 裡頭加上一些內臟類 我們發現很多研究裡頭 PM2.5所影響的心跟肺 似乎一些B群的成分 是可以保護我們的心臟的一些狀態的 那其實裡頭的銀耳 它有一些氨基酸 它有很多算是微量的礦物質 所以它比較像是提升免疫力 所以我覺得如果假設你現在已經住在一個 已經可能不太可能在換的房子裡頭的時候 不妨你可以做一點小食療 幫助一下自己的身體 所以我們這杯飲料 就介紹給大家 顧你的心跟肺 現在大房子買不起 所以很多人開始買小房子 但是你有看過你的坪數嗎 小心被人家虛冠 我們廣告之後會來告訴你 根據統計在台北市21到30坪這種小宅 最近漲最多 很多人都會覺得21到30坪 應該很適合這種三房兩廳 小家庭住 但有的時候你買了之後住進去 怎麼奇怪 怎麼跟我當初看的樣品物完全不一樣 坪數怎麼會縮小憲哥 對 我想說三房兩廳我想太多了 還是熱帳冷說 因為秋天到了 你想太多了 真的 因為過去的十三季 全省所有的一個房屋買賣的物件裡面 有25% 都是25坪以下的小宅 在台北市50% 然後在新北市48% 都是25坪以下 25坪在扣掉公社 最多最多最多17.5坪 有很多甚至不到15坪 15坪你怎麼去隔三房兩坪 隔兩房都有問題 因為坦白講 你買小宅的人 第一個他是經濟弱勢 誰不想買200坪的 晚上上廁所他要騎個腳踏車 多囂張 對不對 但是問題就沒有錢 又要地點地點地點 所以就買在好地點的小宅 所以我想如果以公社比來講很簡單 如果在33%以下 應該是合理 為什麼 因為現在要前後逃生梯 所以你如果說是一層四戶的 一層四戶的 差不多120坪 那個地坪120坪的 那你的一個公社比會比較高 如果一坪八戶的 那比如說250坪的 那你的公社比會稍微低一點點 問題是太多人 太複雜 這個中間就有取捨的問題 那一般來建商來講 10家建商9家壞 他都會偷你 為什麼偷你 如果你有買車位的話 一般一個車位 我們是600公分到250公分 這是標準大車位 那小車位是550公分到225公分 標準小車位 那現在我們新的規定 那車位的寬度不能低於230公分 那一個是4.3坪 一個差不多4坪左右 那你買不是買這樣 你買是連車道通通買 那理論上來講 你一個車位不管是100萬到450萬 大家反應跟我一樣 問題是 如果這個第二扇是100扇 假設是10個車位 照理來講 一個車位10坪 像我買的車位 13坪多 那才是合理的車位 所以憲哥你買的是國光號 你開車 我買的是舊宅 舊宅的地下室 所以我是13坪多 我裡面還有1坪多的土地 你以後改進 還可以 算你的就對了 但是現在不太好看了 但是你的車位 如果是4坪 其他的那些車道 公共設施 一定給你灌到大空去 他等於是一於雙吃 所以你說我就買25坪 當初我看樣品有的時候 我有兩間房間 我以後 我兩個要生一個小孩 小孩的房間 結果有一個 房間的時候一個看 我的標準床 竟然塞不進去 為什麼 因為樣品屋 它是用三甲板隔的 一般我們房子隔間 是用磚塊對不對 那麼中間兩邊就偷了 所以你一定要帶捲屎去 而且它有很多的東西 包括它的衣櫃什麼 都是比外面小也好 都是專門訂做的 一定記得帶捲屎 從裡面的大大小小 然後看它的卡拉庫裡面 有沒有照這樣 不然的話你買的 一定會後悔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 買房子錢付下去是錢 因為這錢都是新股錢 可是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真的買不起 這麼大的房子 那時候怎麼辦 靠裝潢 買不起這麼大 但是我小小房子弄漂亮一點 我看了也爽對不對 可是裝潢就會有假權 怎麼辦 剛剛憲哥提了 除了帶捲屎 也可以帶設計師去 所以你看比較快一點 設計師很貴 去一次可以買一瓶 我們是來幫你省錢的 他幫你省錢 所以因為現在還有 真的小宅這種單元 真的很多 我最近也有規劃一些 其實你說是弱勢 其實我覺得也滿貴 一瓶將近一百萬 一百萬 他們真弱勢 他爸爸不弱勢 有道理 但是我們必須要說 小宅其實你在買的時候 要注意一點 就是他非常吃格局 那吃格局是什麼 因為地方已經夠小了 然後你如果格局在 是很奇怪的 我跟你講那個瓶數 都是浪費掉的 所以有時候變成你要靠裝潢 其實越大的房子 其實不需要裝潢那麼多 漂亮的東西弄好就好 但是越小的房子 其實以比例來講 是越需要去裝潢 為什麼 因為他使用到他上面的空間 機靈地 跟一些節省的空間 那這個時候 我們提到甲醛 你越小的空間 做了越多的東西 他甲醛濃度就會越高 那跟大家講一個觀念很重要 像我們標榜很多的建材 他是低甲醛 對不對 甚至有一些什麼超低的 零甲醛 可是我跟各位講 甲醛 他當你門關起來的時候 他是累積的 他的釋放年限是二十年左右 可是當你離開家裡面 把門窗都關起來之後 他不斷的釋放 不斷的釋放 就有點像我們抽菸有沒有 或者點香 那香會越來越濃 你打開門的那一剎那 就先吸一口再說 所以這個時候 就算你全家 都是用超低甲醛的來說好了 也是一樣會吸到 那我們最常 除了裝潢以外 還有一些沙發 包括你買的 只要有黏膠的東西 所以你暢腦出門不要關門 對不對 對 通常如果像我設計一些小宅 我會建議就是說窗戶打開 那窗戶你會怕下雨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很多幫客戶做下退窗 就是由下往上 因為國外的那個有沒有 然後一樣有紗窗 那你就開一個縫 讓它有一個對流 然後你把你家的這個廁所 的那個抽風機 可以換成那種 24小時換氣的 就是有一進一出之後 你的甲醛的濃度 就不會累積得這麼高 然後再來就是你可以 就是準備一台這種測甲醛機 然後看一下你們家裡面 到底有沒有很濃這樣子 就放在家裡面 那我有一個客戶很好玩 他把甲醛機放在那個房子裡面 對不對 可是他因為他看不到 他想說我一開門 不就吸到了嗎 所以他裝了一個攝影機 去拍他 他就拍他 說這個這個OK了 我就開門進去 那是一個工程師 我覺得你這個蠻厲害的 那這個東西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現在這個價錢 都沒有很貴 房間其實都買得到 那上面通常會有一個數字 他有一個甲醛有沒有 我上面的這個 他通常會聽到比如說PPM 那下面這個單位他不是PPM 他是每立方毫米 有多少的甲醛濃度 那如果是PPM的話 他每小時要在0.08以下 才是合乎標準的 那這個如果是每立方毫米的話 他要在0.1 像現在大家看到這個數字有沒有 0.04有沒有 所以小於0.08是OK的 對 他這個是在那個 只要在0.1以下就可以了 那他是0.04 那現在我們測試一下 如果有甲醛的話 其實真的到處充滿甲醛 你現在噴甲醛 對 這個就一個一般的 噴頭髮的定型 髮膠就有甲醛 對 這個就有 所以你說髮型液器 是貴一點是應該的 他每天要吸這個東西 我現在大概隨便噴 我們現在看這個數字 現在是OK的對不對 我大概就隨便噴一下 大概差不多 剛剛嘉義士枕頭髮的時候 差不多這樣 你就看他的這個數字 會往上飆 真的耶 0.346了 對 還叫了 1.0了 所以各位你在噴頭髮的時候 其實你吸到的甲醛 可能比你家的那個裝潢還要多 所以我每次在你家 弄頭髮的時候 我都深呼吸 閉氣燒酒 五六分鐘都不敢那個 一直講甲醛 甲醛到底對人體 有什麼危害 新妹 其實甲醛 比較輕则 就是一些過敏症狀 重则其實甲醛 本身就是一級致癌物 那其實我滿同意前義 他說的這個裝潢的設計 因為我自己有個個案 他其實滿有趣的 這個個案他本身 他家非常非常的有錢 但他一直有 因為一些過敏的問題很困擾 做了很多檢查 其實他大概有好 但是就是沒有全好 那時候我們就有一次 在聊天的時候 我就順口提到說 其實也有一種東西 就是甲醛 他可能也是會產生 一些呼吸道問題 他聽完之後 他就請了一個專門的大軍 就像是設計師這樣 一整個大軍到他家 去做甲醛檢測 他們全家基本上都是用 幾乎他說完全沒有甲醛 只有在一個房間驗到 這房間是紅酒櫃 因為他們家是 有一個紅酒儲藏室 因為他先生離開之後 這個紅酒儲藏室 就沒有人再進去了 所以在裡頭 比外面多了20倍 所以我會建議說 假設你的屋子 就算是所謂的低甲醛 我都建議說 在你們家沒有人的時候 你可以多通風 讓這些甲醛可以在裡頭 我們說可以讓它流動 因為說實話 這就是我們說的污染 或一級致癌物 其實說實話 你很難在未來 你得到癌症的時候 把它對在一起 我曾經有一個個案 他跟我分享說 他在20多年前 他住過一個輻射屋 他是怎麼知道的 是好像輻射的那個車子 到他們家的門口 發現說這家就是輻射屋 他們趕緊搬離 但是因為已經住了一段時間 住了將近五年多 他其實本身非常的養生 他其實他在講的時候 已經可能已經有點接受了 他是淡淡的說 他在這一段過程中 就等到住完輻射屋 到現在來找我 大概已經二十多年 他總共罹患三次癌症 一次是肺癌 第二次是乳癌 第三次是另一側又發現肺癌 那你說這到底能不能對在一起 或許他有其他的事情 可是我想 假設你住過這個屋子 你內心永遠都會有個陰影 我是不是其實未來的這個問題 是這個造成 所以大家在買屋前 不要只看價錢 你還是要把很多的資訊 都要收集在手上 其實你看裝潢這些油漆 壁橱 反財 地毯 壁紙 通通都是假覺來源 其實假覺會有什麼症狀 你身體哪些地方 會接觸到這些外來 眼睛 呼吸道 所以當你的房子裡面 有假覺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就是眼睛 睫膜不舒服 然後一些呼吸道的刺激 可是久了 久了 你知道這個被人家證實 小朋友很容易會有血來發病的麻痺 大人也有很多其他癌症 所以甲醛真的是很可怕 對 甲醛最可怕 我覺得是他聞不到 你沒有感覺 那種平常在家裡 可以擺設什麼東西 來消除甲醛 對 這個就我把家裡都搬來了 你家裡都擺這個 這不是木炭 這不是烤肉嗎 中秋節都過了 烤腎的 烤腎的 我們家我進行 在公共區域 我會種很多的植物 像我自己很多喜歡 典花蜿草 我的屋頂 我的陽台種很多 能夠適合種室內的 當然這個也經過驗證 像這個胡偉蘭 吊蘭 什麼聖爵 或者是像那個 所謂的龜貝玉 就合國藝那個系列的 那都很好種 只要擦水就會活 像我在家裡真的 我的家 我的辦公室 真的花草草很多 如果再私密一點 像你的房間 像廚櫃的地方 剛才講的 這一講廚櫃 各位都忽略廚櫃 你們家的鞋櫃 衣櫃 都是關起來的 你沒有去通風 裡面沒有抽風機 所以一打開 其實那個衣服上面 其實也有可能開 所以我在櫥櫃裡面 我就會放碳 我就會把這些碳 像這個是一般的黑碳 這是白碳 就是比較 所謂一般日本人講的 所謂變通碳 就是比較硬的 摸起來不會黑的 這種就適合放在哪裡 我就把它裝在這個 所謂的扣氣袋 就丟在我的衣櫃裡面 我的每個衣櫃 都會丟一小包一小包 人家丟的是樟腦丸 你丟木碳 樟腦丸不會除假錢 這個可以除濕除臭 又可以除假錢 一舉多得 而且還可以重複使用 然後一段一個月 出去曬乾 再重新用就好 木碳很好 公共空間 你就可以這樣裝飾品擺著 網路上也有傳什麼 鳳梨皮有沒有 削幾顆放什麼 對角什麼 那個一點效果都沒有 沒有科學根據 那是因為可能有果香味 因為鳳梨或者一些檸檬皮 都有一些果香 所以你可能聞到那個香味 會覺得這些裝潢的 房子的味道會變淡 但那一點應該說 不要說除臭 除濕 什麼除假 那是完全沒有功效 所以還是種一些植物 像釣籃 虎皮籃 可以擺一些木炭 都可以有效的處處到甲醛 另外我們生活當中 不可避免的 一定會接觸到一些毒物 廣告之後我們就回來 教你做一道排毒料理 在我們生活裡面 非常容易接觸到重金屬 最可怕的是 萬一它殘留到我們體內 怎麼辦 明天老師今天可以幫我們解毒 是 解毒 我們要多吃一些 剛剛就是食物裡面的均衡營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一些 植化素 多吃一些顏色深的東西 我今天準備了一些 比較白色的 還有這個鮮紅色的食材 尤其是番茄 還有一個很重要 有的人怕 有的人很喜歡的 這什麼 香菜 我很喜歡 冬安糖灑一把 對 可是有人就是很害怕 對 這很怕 因為怕的人 你可能解毒功能就會差一點 等一下 新美醫師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今天準備很多的香菜 另外一個辛香料 初期血液循環 另外用一些海鮮好的蛋白質 來加強肝臟的排毒功能 好 我們今天這一道 其實我是用這個 海鮮番茄再滑一點豆泥 這個豆泥很特別 因為吃素的人 如果不放海鮮 這邊就可以做全素的 我們用一點橄欖油 好 先下一點橄欖油 把它熱了之後 我們把這些辛香料 把它稍微爆炒一下 先煸一些辛香料進去 對 當然這一道 如果你吃素的朋友 我有考慮到 就是你也可以排毒的話 其實不要用蔥 你這邊全部都是全素的 因為這個是豆泥 這是豆泥 就是用豆皮 它們最嫩的豆皮 那為什麼不要用蔥 吃素的幹嘛不要用蔥 吃素的人有人不吃蔥 有人不吃蔥也不吃蒜 對 你就用香菜就沒有問題 為什麼呢 為什麼吃素不吃蔥 有人是五辛素 五辛素 會有點刺激類的食物就不好 會引起慾望的 對 比較不適合 這麼嚴格 對 大部分人現在看節目的朋友 應該都是健康素 對 營養還是要均衡 對 但重點是香菜 對 把這個香氣稍微炒出來 真的很香 很像石頭火鍋 在前面在炒東西 對 炒出來之後 我們先把這個 我把番茄 今天我準備了三顆 我兩顆把它打成番茄汁 一顆我把它切碎 切碎 還有一點顆粒在裡面 這樣的話 你可以把它做成這樣 另類版的番茄炒蛋 這樣炒的目的有點油 它顏色會比較深 這個時候我們把番茄醬 大概兩湯匙 番茄醬 跟點番茄醬 因為番茄醬我就不調味了 就靠番茄醬 對 還有它顏色也比較鮮豔 我們下小火把它炒出 這個顏色出來 這有點像是義大利麵的 那個做法 對 類似 這個前置過程可以類似像 前面是石頭鍋 後來轉義大利麵 對 好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海鮮 加進去 海鮮這時候下 這時候可以下 味道出來之後 因為主要是把這個味道 要炒出來 顏色跟味道 要炒出來 好 這時候我們用一點花枝 新鮮的花枝 用一點蝦仁 如果你當然更講究的人 你把這個東西炒香 稍微乾憋一下會比較香 我覺得因為我們在談養生料理 其實我一般就是類似 這樣清燉一下就可以了 有熟就可以 對 好 這個時候我等一下放下去燉 我來做一點豆泥要怎麼做 我先我來做這個豆泥 好 把這個炒了之後 我們把番茄汁 這時候下 這時候可以下 這時候味道已經大概半熟了 因為我們豆泥 其實豆泥是熟的 我等一下滑下去就可以吃了 這麼快 對 所以我這個地方 要先把它煮熟 這個地方就可以煮到大概九分熟 好 OK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開全火 給它這樣煮一下 讓它有點微的感覺 對 好 這個地方全部給它滾起來 我們才可以滑這個豆泥 OK 豆泥現在把它滑進去 好 豆泥其實很簡單 你準備一點鹽巴 一小匙 把它倒進來 這個豆泥你可以買到冷凍的 或買新鮮的會比較 做起來口感比較好吃 加一點胡椒粉 調味先調完 對 先調在這裡 好 這個時候你把它香菜 連那個梗把它切碎碎的 把它放進來 放進去 對 大概一小把 好多 這叫一小把 對啊 滿多的 真的 不喜歡吃的人就少一點 但是一般你把它 拌在這裡面之後 你看不太出來 而且怕香菜 這個還可以做成 像丸子一樣 對 就可以捏成一球一球這樣 因為其實番茄味道是重 如果你怕香菜 基本上待會兒 番茄跟海鮮的味道 可以把它香菜切碎 對 沒錯 好 好 你看我們這裡面 如果大概全滾了 海鮮大概九分熟對不對 是 這樣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滑進去 好 這個地方我們稍微把它拌勻 就開始把它滑進去 對 趁這個地方是滾的 對不對 因為這裡面的東西 本來就可以生吃了 好 我們就可以做這樣 好 鮮梅 那你覺得香菜 到底為什麼可以解讀 其實有兩種元素的東西 我都建議對於排毒器 可以多吃 一種叫它含硫氨基酸 有叫做十字化科 十字化科 其實對一些塑化劑排除 是有幫助 那含硫氨基酸 其實我們發現它可以熬喝一些 重金屬 而在我們自己 因為有一些其實是 比較偏蛋白之類的東西 但我們可以每一餐攝取的 其實就是香料 那兩種香料 我眼前這兩種 其實就是民友大哥家的 香菜跟大蒜 所以其實這兩種食物裡頭 它本身就含有含硫氨基酸 如果你在每一天的入菜 都入一點點 其實你就可以去想像到 你每天其實都有一點 輕輕排毒的效果 OK 好 你看我這樣滑進去對不對 你只要蓋鍋給它燜一下 這樣最後撒上一點蔥花 就完成 這樣好像丸子 對 其實這樣子 你看它煮完它會有點散掉 就有點像蛋花的 有點像三千小蛋 好 那我們這道排毒料理 就完成了 排毒好料理 我推薦這一道 海鮮番茄滑豆泥 將海鮮加入新鮮的番茄醬汁 和多種辛香料一起拌炒 蒜頭和香菜富含硫化物 能夠幫助清除體內的重金屬 酸甜好吃又養生 憲哥 要是我們真的買到老房子 有哪些事情是一定要注意的 好 第一個防震 第二個防火 第三個黃露水 所以天地糧柱窗都要檢查 現在各縣市的市政府 它的公務局 都有一些補助的辦法 你可以直接打電話去問 只要15年以上的老屋都有補助 如果要是真的不幸遇到了火災 千萬不要金花 要遵守我們的逃生處理 才可以讓自己得到最大的生存力 害怕只會讓你自己頓不幸 我們健康告訴你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是江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